接著就是上下低音號 上下低音號 人家說我是真的叫上低音號 雖然真的有推倒成節 我真的有推倒成節 上下低音號 證明應該要響霸上低音號 人家就響霸了上低音號 我們今次就說這個 就響霸上低音號的第二期 第二期 其實他承接第一季 終於贏了這個金獎 進軍全國大賽的四集 就是他們拿了這個獎勢去集訓 中間裏面再繼續出發 就是向全國出發的故事 有先第一個難關的地區 不過在地區大陰關之前 繼續跟這個故事終止一向 其實主要是說人家關係 只要他講貴圈真亂 真的貴圈真亂 尤其今集是將這個亂的程度再加倍 其實我覺得他嘗試是 例如他那裏說 三年級和二年級是當年是有衝突的 但二年級那裏原來還要再分派 就是當時哪一間初中升上高中 又是一派的 在二年級裏面這些人又有什麼瓜葛 其實是越來越亂的 純粹就是二年級的貴圈真亂 只可以說那種叫做 那班很認真想獲獎的人 還有就是想遊遊行行 參加學部揮灑一下青春就算數 過這三年的生活 對啦 即是可以逛下門就說 我都吹過 我都曾經參加過 對啦 不過去打派 其實你看到的 在一季的時候 其實很多都是更加會明顯的 就是想 純粹參加學部休閒式 還有就是認真想衝擊全國大賽的人 其實二貴這裏 其實成計了這件事 但其實二貴是因為 大家已經獲得了個金獎 就是這班人 現在這一群人也是一心想 去全國大賽獲勝 在原本這一個樂團裏面 基本上都已經抱著這個心態 但是他就再參加 當年那一群人 一心想贏獎的二年級 某一兩位 然後就想再加入 最主要其實這四集裏面 是圍繞著這個故事 那個故事就好像是 你那時候第一季 其實是說 當年上一年二三年級的餘波 今次是去回那件事情的一部分 因為第一季其實沒有很著墨去說 第一季其實與其說 著墨不如說 由開始是怎樣在遊閒和爭取勝負 在爭取勝負裡面 怎樣獲取正選的位置 就是在一季裏面去做的故事 而相歸故事 始終是阿麗奈多一點 所以感覺是 今季其實阿麗奈已經被攻略完成 已經是政妻不可避了 明顯第一集就要對著阿班 你要明白 阿麗奈的角色其實是什麼 基本上他現在在第二季裏面 他擔當的角色是什麼 每集必須要演出一段八合的情節 是他必須要做的 和阿王前 是一定要做這件事 無論是握手 碰手 或者是捱過去 總之一制的橋段 你一定要上一節出來 你上吧 演什麼十字緊扣 那我感覺很重 因為今季有一段劇情 就是他們四個一年級生 會聚在車站逐個下車 然後只剩下他和麗奈 麗奈和錦美子兩個在車上 好像偷情一樣 我唯一的形容 好像偷情一樣 不是的 如果以麗奈的心態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我明明是喜歡老師的 但是 他現在也是 你要知道 這叫什麼一腳踏兩船 這叫什麼渣女 這就是輸帶贏要 老師得不到的時候 先拿一次貨 你也這樣說 我不會否認二人姐這件事 因為在頭四集裡面 是充滿了一個叫什麼 避胎的色情 我想避胎是這個主題 你也知道是你 為什麼是桂圈爭亂 當然你說九尾子和麗奈 你覺得是什麼 九尾子是麗奈的鼻胎 在他未跟老師修成正果之前 他需要一個碼頭 然後就是吹笛 我忘記叫什麼笛 他跟上季休子 那個角色就是什麼 休子就是他的鼻胎 吹傷王冠那個 然後還有馬尾的學者 因為太多角色 很香 想回來二年級 他就是那個二年級的鼻胎 學者就是那個二年級的鼻胎 他就是那個二年級的鼻胎 他找他幫忙 那個不可以叫鼻胎 應該叫什麼 靜韻 不是靜韻 炮友 很採詞 我是對象 不是全部都是鼻胎 鬼圈沒那麼亂 不是亂到的程度 但其實見到就是 每個人在另一個人之間 其實是有一個關係的重要性 才令鬼圈這麼亂 其實就是因為 他每一個牽一發動 都全身 在這個事情裡見到 當然你說 在這個故事裡 就是 我們上一季都說過 就是 明阿香這個角色 就是阿學者這個角色 就是 他是擔當一個 他是老謀心算的角色 也都是這樣說 但是這一季裡 他都演繹了一件事 就是什麼 他是一個 很邏輯 很合乎 要合乎計算 因為其實對他來說 他不讓他接觸 或者不讓那位 二年級回來的原因 就是他怕 他們這個 唯一的傷亡館的選手 因為這樣而崩潰 其實如果你問我 他就是一個更加 你可以說他更加會做人 但這方面 都更加盤算得厲害的例來 其實他不願意到 因為他也知道 雙亡館這位選手 其實他現在有什麼問題 因為他一定說 他演繹很機構很平凡 其實他 你賭不到的事情 就是你賭他 繼續有一個 叫做很高水準的表現 但沒有感情的演繹 還是賭他 可以拿回感情 又有很高的技術 還是完全崩潰 他叫做這個賭注底下 他賭的就是 喂 至少我賭錢者 其實我有保險 其實我是 還有他賭不過 覺得 所以他跟麗內的分別 就是麗內就是顧自己 我一個人出得最好 他就OK了 ASCAR的感覺有點不一樣 ASCAR是我要贏 所以我所有的計算都要做足 令到我自己贏到 這個是他跟麗內不同 但其實他們目標一致 是不同的 明香那種是刻意為之 麗內那種是混然天成 他根本上就是一個這樣的一個 他沒有計算過 但是他說出來 就好像是一個 好像充滿了計算的人 但他根本沒有計算過 他是一個天然的計算者 唯一的不同 就是ASCAR會更加回避的責任 就是他都想跟麗內一樣 就是我不想理這些東西 我認真就是要吹好我的樂器 就是認真 這些事情我是不想理的 不過他又沒有得不理 那種感覺 因為他叫做這個樂團裏面的影之女王 你可以說是 因為他作為副團長 很多事情都是說 其實無論團長或者其他人 其實的相互對象 甚至是獲得許可的權利 都在這個女人手上 都要問他 雖然他的職位不高 但是他都要問他 你看到那種就是 他那種就是 你問我甚麼用 我是副團長 然後說 就好像黑社會說 大家明白的 潛台字就是 你不問我你死了 大金銘的神竅 你才是這個集團裏面的 真正的傻女 我覺得他不是不問我死人 他不是想這樣 他真的不想擔當這些事情 因為他想專心一致 去做好他的事 但是就是天意弄人 你可以說是 那他沒得不理 最後 因為明鏡香 他真正知道這件事的發生 其實他是可以解決的 但是他變成 如果作為一個很青春的 當然是幫助我的同學 幫助我的部員 走出這個陰雷 可以踏前一步 但是他最後選擇了 就是他規避了風險 所以其實這個女人 是很恐怖的 我覺得規避風險的成份 會比較重 甚至乎你的團 你已經是融合了這麼多次 演奏了這麼多次 其實你已經有默契在 那種是甚麼呢 即是如果你再引伸 加上元級的進來的時候 你的團有甚麼變化 其實你預計不到 那種是為了真正 而做到北近人情 即是因為其實你這些 可能叫做 你不多不少 都叫做同一個部會 兩年 都是同伴 或是 可能未有朋友 因為這個始終演奏樂團 裏面的太大 其實你都是一個個群體 甚麼呀 武功都扭勞 對他來說 對他來說 他只不過是一個 對他來說 甚至我覺得是一個 真正的道具 因為他現在的演繹出來 就是說 我知道的 我已經知道 只要解釋得清楚 那件事是有辦法被削 但是甚麼呢 不能夠無事 很少 未必可以在他身上 可能10%至20% 他們是爭取不到數 而爭取不到數 就會令到樂團 產生危機 是再一次產生危機 所以他在這裡 其實他擔當了惡役的角色 他怎樣要把二年級的人 去拒諸門外 而就算其他角色 怎樣求他 他都說no 和no 所以其實第四集 最後一幕才看到 這個樂團裏面 真正的女王 那樣感覺 是甚麼 他看穿了這一切 我嘗試控制那件事情 當然他最後有些事情 他做不到 剛好被他倒贏了 就是沒有事分 其實沒有倒贏到 對他來說 因為這件事 其實去到最後 就是因為 因緣制會 剛好撞到 然後床女崩潰 或是一個賭贏 我不是一個賭贏 他很幸運 應該是說 他不想這件事發生到 他兩個撞到 他剛好撞到 而發生了 但是沒有事 而去到一個好結果 甚至可能解決了一件事 所以其實實際上 他跟我們一季裡說 一件事 他是一個旁觀者的角色 他是一個旁觀者的角色 他是一個旁觀的事發生 最好不發生 不發生 他可以保持現狀 控制現狀 在一個這樣的狀態 他認為有風險的事 其實影響是不會做的 所以這套角色 其實是挺恐怖的 應該我這樣說 沒有動畫裡的光明 其實大家都是為自己的目標 甚至例外的人 都是說 沒有的 我們是想贏的 這個故事一向都不是很揮打青春 一向都可以很深沉 只不過是第二期 當他說了一個 無可避免 說到阿斯卡的角色的時候 他再提高了一個層次 而阿斯卡因為 他涉及的 團員的管理 都在他的工作範疇裏面 所以變相 每一個角色出事 其實都跟他的事 所以相比之下 你會覺得之前 跟麗內一單對一單比試 那個學者 其實相比之下 真的很小事 他只是很坦純地覺得 我真的很想學者贏 那就算了 他不是什麼計算 阿斯卡才有計算過的人 即是阿斯卡在那時候 他都沒有表達過自己 任何的說要誰贏 優子這個角色 他這裏其實也是什麼呢 第二季裏面 其實這四集 是比優子洗白的 因為上一季裏面 他的定位 做色黑面 太尷尬了 其實他是 這一季裏面 其實很顯然 他成為了一個 願意幫助人的前輩 即是他很願意幫助人 甚至是 與其說他在真性上 很著重 不如說他更著重 就是和人之間的關係 再補充 即使當時他幫助鄉職 其實很純粹地覺得 我很想幫這個朋友 我很想幫我喜歡的人 他不是為了贏這個目標 即是他覺得 既然他也有實力的話 他的實力高一點 但也會贏到 他會覺得他有一個稀奇 而扭曲了一件事 他就說 不如我們是朋友 但在學步 以真性 以實力至上的條件底下 最後他變成了黑念 但在這一季的故事裏面 反而是一個很友善的人 變成一個 季圈爭亂 當然剛才你看過 第三集 麗內變了四眼 是因為 他聽到這個老師 已經介紹了一個女老師 Saki先生 其實你就知道麗內 根本也是一個恐怖的女人 即是他看中的男人 他身邊如果有任何的女人出現 他就要敵視她 他就不知做甚麼 不是啊 你不要被我批中 後面動畫的劇情 麗內和MISS 應該有劇情發生 那不關事 現在已經說了 MISS已經結婚了 結婚了 不要有劇情發生的嗎 我告訴你 請看Alasoff新作 我覺得開始有些奇怪的方向進發 不是 我覺得不是一套東西 是夜人者 是一套奇怪的方向進發 你以為我是說一套東西 我一定是說夜人者 不過這樣的 我猜是Taki先生 其實應該會說多一點 因為他也說了 老師結婚 老婆死了 有過去 是的 究竟 九美子也知道了這件事 他也在第四集的尾 也說了 他不打算 也不知怎樣跟麗外說 其實他有老婆 但是他死了 我越來越覺得 因為不是說麗外結成的關係 九美子也有那種 其實他整件事都不關他事 但是他知道就是 所以他很無奈的感覺 他是明日香的二代接班人 對 其實是的 他基本上是專門說龐白 就是在那裡 哎呀這件事就是這樣發生了 明明不關我事 其實真的不關他 為何要消化我答 為何要消化我答 在他面前 應該說什麼 九美子發動的特殊能力 不是雙信用之術 或者不是事件產生氣 是所有人在他面前 都會不小心講漏了 他集中了TVB最強的技能 就是偷聽和講真話 偷看劇話 這三個技能已經集中了 即是他只會煮麵 就可以做事後 他就快會煮麵 我覺得他應該會有 暫時你說 他在人際關係 其實這套東西裏面 特色是很重的 暫時來說我覺得是OK的 即是你不要計算 很多都集中了 有些集中在愛情 例如是在愛情方面 其餘那些集中了在友情 即是你誤會了我 我又誤會了你 那種東西上面 我覺得相比友情 我會說的 不過奧貴多說少少少友情 第四集那裡 其實都幾青春那一幕 但我想說的是 多說少少人際關係裡的規則 這個都秉承了這套東西 講到故事的風格 也可以在這裡說 因為這個步活 他們要成功 不是說十多 不是說十多 可能是二十多三十個人 所以師妹就是 你要統率那些二十多三十個人的行動 或者他們的心情 照顧到他們不受傷害 或者有穩定的表現 其實是需要一個很強大 我開始被他說服到 這套東西要做一個管閻樂團 才能做到這個劇情 是的 我是這樣看 至少就是因為 他不一樣 好像說足球比賽 一個人的狀態不好 另一個人很早上 但你本來又停 一個人的狀態不好 他吹錯音 是沒有人可以補到他的位子的 就好像那個打擊樂老師的比喻 你那幫人不好好溝通的話 去做到自己的風格 如何去贏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套東西 比起其一步 就是每一個人當入場的時候 其實就變成沒有我替代的對象 因為你吹在一起 變成一個命運共同 跟你一起輸 在那一刻沒有人也可以協助到你 不會說 知貝 你馬上輸 你馬上輸 不要緊我幫你 是沒有這些劍段發生的 大佬 這套不是這樣的青春 你不可以補上個位子 就是這些上身 你猜 這套東西 我覺得是 他真的善用到主題 現在看下去 當然你說 這套東西裡面 也看到的 很多人會著眼於的 就是 女角的畫質 其實因為畫質 其實真的是KGO 尤其是 尤其是 現在這個period 你很少看到 畫質 這麼穩定的女角 這季唯一可以跟他 撼 我覺得少女偏好 如果畫得可愛的程度 但是他那種光影和 驚訝你這方面 沒得說 這件事 還有他刻意為之的水滴 那些東西 這次做了多一點 例如浴衣 水著 浴衣 水著 然後下季校服也出來了 很早出 一搖已經出來了 辯褲也出來了 老實說 連睡覺也出來了 老實說 你贏了 還有什麼 不是警戒之比方 差點跳舞 唱歌 跳舞 又不能唱歌 這套應該不會吧 不要弄壞這種事 但是暫停說 如果作為 經阿里的粉絲 我覺得這套應該是 頗穩定的 應該不會令大家太失望 這個開頭很安定 如果想看很多不同 個性的女角 我覺得這套也值得去看 如果沒看過的人 當然你要承受第一季 第一季開頭 我們當時也說過 有少少惡近的 我們當時也說過 但是你越到之後 你開始越理解角色 就好些了 最重要的是 經阿里的其中一個法則 就是做那麼多女 緊要一個你喜歡 沒錯 還有你有那個意識之類 這套想說什麼 第二季責實 沒有那麼近 這套我們介紹到這裡 我們去下一套 下一套